男人会煮饭 女人为其转 说起青椒肉丝这道菜 在清代末期 就已经进入了富贵人家 也成为当时皇室师储的专用菜 而如今 青椒肉丝已经成为权贵国的 餐馆里必备菜之一 有此可以看出 这道菜在老百姓 日常饮食中的地位 煮里脊肉一块 切二出师后加水抓起鸡变 鸡干水粉 加酱油 料酒 胡椒粉 分次加葱姜碎 抓拌至肉发酱 再加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最后加入烧去食用油 抓拌均匀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去除 肉中的腥味 并让肉丝在短时间内 吸入料汁 保持肉汁入味 和弹性 要保持肉汁滑嫩 这是重点一 青椒切成细丝 姜 蒜 切丝 碗中加酱油 料酒 盐 胡椒 味精 和土豆淀粉 调成料汁 这是重点二 炒锅烧茅烟后下菜籽油花锅 加少许猪油提香的同时 增加口感上融化 大火四层油温下肉丝快速化散老醋 火候的掌握往往比盐质更为重要 家里火里做不到一锅成菜 要保持肉丝滑嫩 这是重点三 锅中鱼油 下姜蒜丝 和少许甜面酱 爆出香味后 放入青椒丝快速翻炒至青椒短生几锅 串饰甜面酱快炒短生 这是重点四 最后下入肉丝 同时淋入料汁 排水翻炒12秒左右煮气锅 要保持肉丝滑 这是重点五 肉丝鲜嫩 青椒锤绿 这个做法 一定要尝试 特色